郭教授所描繪的動物 郭教授所描繪的動物主要是以強悍和有力量的動物為主體的 譬如現在看到這對的獅子就是了 雖然這張畫上所描繪的獅子 不是以它空猛的形象來見人 而是它很悠閒地俯伏在石上面 但是在其他的作品上面 都會看到這個獅子或者是老虎 是很有力地表現他們的力量的 而這張畫上面特別的地方 我們會見到就是在上面有趙老師的提字 趙老師在上面提了字之後 還幫他在前面畫了一些野草 這張畫可以說是司徒合作的一件作品 最後來過了幾十年之後 歐教授在上面提了一首詩 大致的內容就是 在現今的藝壇上面 似乎已經比較沉寂 他希望透過思考這種叫聲 來震醒這些比較沉寂的畫壇的情況 底下是有很大的我知道 我們總結到了 兩次時間後 是與她不在於 大陽能報告的 歐教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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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